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发给我一组网上热议的图片 他说看到这组图片他想起了我 他是澳洲律员娜丽萨 当时在陈述一项关于非诚病的议题 突然怀里面三个月大的孩子哭了不止 于是呢他边给孩子喂来边继续陈述他的议题 这一幕被国际媒体捕捉到 大家称他为超级妈妈 然而我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全职妈妈 一开始我的人生被大家认为很挫败 我比我的亲妈说二十几年的书都白读了 因为作为别人口中的高材生 也是我们村的最高学历 竟然从浙江大学毕业以后在家全职 同时呢我生了两个宝贝 长得的磕我都不像 纯像他爹 哎 娃也白生呢 因为呢现在全职妈妈的状态 可能就是这种漫画上面显示的四无状态 没有工作 没有地位 没有自我 没有钱 简直就是一个大写加粗的牺牲 在生活当中 每每每有朋友关心起我的近况 对话大致如此 你在全职啊 是啊 你怎么不去工作 你怎么在家带孩子呀 十年号其中的情境大家可以自己劳补 其实我的内心很想辩解 我不是没有工作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 我投资的事业是我的两个孩子 我同时也想说 我不是被老公养着 我老公可以养我 但是呢我也在探索自己的一份事业 其实在一开始 全职妈妈这个岗位 并没有在我的人生计划当中 我的人生计划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列表 做好当下的事情是我一贯的作风 在大学本科阶段 我用三年的时间 修完了四年的课程 以专业和综合能力测评第一的优势 保送到浙江大学读研究生 可是呢接着结婚 孕育了新生命 记得第一次产检的时候 我听到胎儿的心跳 我感动得哭了 被那种碰碰碰的生命力所感动 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慌乱的时期 我虽然是硕士毕业 虽然有着学历 但是在妈妈这个领域里面 我也是零基础 虽然我有在孕前 进行了一些知识的补充 但真正当妈的时候 我恨不得把她塞回肚子里面去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孩子 我能陪伴好就是挺好的 我是心甘心愿地选择了全职 但是心有不甘地在生活着